导演只给他五分钟客串 他居然把时间从历史书里抠了下来 在拍摄妖猫转时 选择最难的不是杨贵妃 而是诗仙李白 虽然这个角色戏粉不多 但是全篇的灵魂人物 如果他演不好 整不起的质量都会垮掉 所以陈凯歌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找流量明星 而是想找有演技 能演古装 还会吟湿的老戏骨 这个消息一出 一帮有头有脸的老戏骨 纷纷主动找上门 都想体验一把诗仙 但意外的是陈凯歌全都拒绝了 原来他要找的不是有名的老戏骨 而是那种观众不太熟悉的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妆容造型上 真是还原出历史人物的神秘感 因此他几乎翻遍了 所有国家级演员的资料 结果相中了辛百青 辛百青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是中国话剧院国家一级演员 自从1995年出道 十几年间他出演了不下几百场话剧 可见演技功底有多强悍 值得一提的是 他还演过各种类型的电视剧 无论警察 地下党还是皇帝 各种角色都能轻松拿捏 甚至他在话剧舞台上还曾演过法海 这样演技灵活多变的实力派演员 无疑是最佳人选 最重要的 辛百青一直都是戏红人不红 看过他戏的人无数 但认识他的寥寥无几 这一特点同样符合陈凯歌的要求 辛百青也很痛快 接到邀请后先看剧本 兼剧本质量很高 连片酬都没问就答应下来 但尴尬的是 辛百青的长相与真正的李白相差太大 无论造型师怎么整 看起来都始终不太像 辛百青也不含糊 既然外貌不像 那就做到神似 为此他翻阅了大量关于李白的历史典籍 无论正史还是野史 统统看了个遍 这位书记李白的行为举止 他还研读了《唐诗三百首》 全心全意钻研李白的内心 经过一番努力后 辛百青终于看清了 李白疯癫外表下的真相 当他到剧组再次扮上李白的造型后 眼神迷离 癫狂大笑 每一刻在场 所有人都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此时在拿出李白的画像做对比 长相明明还是不像 但那极其相似的神韵 却让大家觉得 眼前这位就是李白本人 陈凯歌更是知乎 自己这次找对人了 辛百青最终没有辜负 陈凯歌的厚望 当正式开拍后 他在疯疯癫癫之中 把李白是才傲物 聘拟天下的特质 表现得淋漓尽致 世人皆凡俗 唯我最清醒 辛百青全篇只用五分钟 就满足了大家对李白的所有幻想 这样的实力派演员 能爆破实属意料之中 这是世上最具争议的混血杨贵妃 几秒镜头就花光了陈凯歌上千万 在拍摄妖猫传时 给杨玉环选角绝对是头等大事 并且在这之前 已经有很多女神 把这个角色演得深入人心 何况这么有名的历史人物 又是自大美人之一 不演得跟李白一样 有特点肯定说不过去 和娱乐圈里有演技 有颜值的都已上了年纪 当道的年轻女性虽然漂亮 但都是雍之俗粉 压根儿没有杨贵妃的气质 所以陈凯歌找了一圈 愣是没找到一个满意的 就在他着急上火时 突然想起看过的一则野史 上面说大唐普遍存在混血 皇室一半都是鲜卑血统 杨贵妃有一半胡人血统 咱也不知道陈导从哪儿看的 反正想起这事后 他就改变思路 决定找个混血美女来演杨贵妃 这下目标范围缩小 找起来就容易多了 混血女星就那么几个 陈凯歌选了半天 最后相中来自台湾省的张荣荣 别看张荣荣颜值不算出众 但他身材风雨 却有唐朝之美 另外他从1997年出道至今 演过的影视剧无数 不算太出名 但演技绝对有保障 然而当张荣荣接到邀请时 他却显得有些为难 他倒是愿意接受 但他很有自知之明 这倒以自己的条件 跟杨贵妃差得很远 不过陈凯歌身为导演 他说行就行 在他的一番忽悠下 张荣荣立马来了自信 他跟新白青的想法一样 既然长得不像杨贵妃 那就从气质上去胜 为此他在开拍几个月前 就开始练起古代礼仪 并时刻端着架子 把自己当成真正的杨贵妃 我其实是花很多个月的时间 进入杨贵妃的状态 我其实还是主要 让自己的情绪沉淀下来 没想到训练效果还不错 等到正式拍摄时 他一将打心底里认为 自己就是真正的杨贵妃 不等导演汉开始 他就已经进入状态 张荣荣的表现 得到了现场所有人的认可 但仅仅是这样还不够 杨贵妃是传奇人物 想拍出他的轻视容颜 还得多下点功夫 陈凯歌琢磨了几天几夜 决定让张荣荣来个回眸一笑 再通过近景特写和灯光效果 拍出美轮美奂的镜头 但这个想法说着简单做起来难 为了营造出满意的光效 道具组想了很多方案 一开始是把几十根蜡烛 放在张荣荣侧脸和身前 后来感觉效果不好 又加了一根LED灯 让他的皮肤从各个角度 反射出光色 但这个效果还是不理想 工作人员便在拍摄时 手动控制光线的亮度 就这样 再次从光线的加持下 全片高光的百媚声终于诞生 他在这个戏里边的表现 可以用经验的来 一天要一年一遍要一遍 一步要一年一天要一遍 你就学把马里人远 分手是神经科目标 许多观众看到这一段后 都被张荣荣的神仙气质所折服 但万万没想到 三年后他又出演了 从前有座《灵剑山》 没想到九州第一禁单 把杨贵妃的人设 会得彻彻底底 陈凯歌拍的电影好不好 我不知道 但他的审美绝对没毛病 在拍摄妖猫转时 陈凯歌想找个身材好 又会跳舞的美女来演玉莲 放在娱乐圈里 这个要求确实不高 陈导找了一圈 发现几乎所有女明星都符合 这就让他看花了眼 看到丈夫眼神越来越不对劲 身为制片人的妻子陈红 立马就给陈导发了一段视频过去 陈导看完后 简直乐开了花 就这身材这颜值 要不是张玉琪已经进组 都想让他演猫妖了 而张天爱叫到邀请后 一听只需出场几分钟跳个舞 就能拿走几十万片酬 果断答应下来 然而等到拍摄时 他才发现自己草率了 光那身戏服就十几斤重 他不光要穿着跳一支完整的舞蹈 为展现角色的美艳 还有大量转圈圈的动作 张天爱不过就八十斤 每次转圈结束后都在靠人扶着 不然会直接被戏服拽到 更悲催的是 秦浩虽然是影帝的 但这次却不知是看美女上了影 还是遇到真不擅长的戏份 一个简单的坏笑拍了一整天 愣是不过关 反复NJ了无数次 张天爱也不知转了多少圈 差点当场晕倒 后来陈道实在看不下去 只好收工下班 让秦浩勤学苦练了一晚上 这才拍摄通过 经过这件事后 张天爱终于明白 钱不是那么好挣的 与其相比 张与其就更惨了 早在拍摄以前 就有消息说 他会参演 鉴于他的颜质和身材 所有人都以为 他演的是杨贵妃 结果上映后才发现 性格多变 魅惑诱人的猫妖 才跟他是绝配 其实早在拍摄之初 陈道确实有 让他演杨贵妃的想法 但后来他想整个 有胡人血统的杨贵妃 别让张与其演了猫妖 本以为猫妖只跳个舞 用法说杀人不会太辛苦 谁知陈道非让张与其 在半空中跳舞 结果他吊着V呀 每次舞蹈动作幅度一大 就会磕到地板 等拍完这段后 他的腿都磕清了 看完这部电影 你觉得他更适合演猫妖 还是杨贵妃呢